不法分子在油站以低廉价格 填购大量的津贴柴油 在转售给买家谋取暴利 那槟城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 就倒破了囤积柴油的非法仓库 起货了超过两万两千公升 市值大约是五万令吉的津贴柴油 同时逮捕了一名罗里司机协助调查 北施 則是五個二百次 他们会出身外 他们会 capital glory 他们会来这里 接着 tanker ini可以 WAS道 4-5 hari 就像机协助站在营ブ 从野被里面膜 cave 他们会留着这里 他们会等候呼召 手机协助 槟城内贸局执法主任摩根透露 执法单位在昨天下午4点拉大队 突击位于巴东浦的非法仓库 发现里头放有两个油槽 有一个是空的 另一个已经装满了 两万亿千公升的柴油 执法单位明察暗访之后发现 每转售一个油槽 不法分子就可以获得 六千到七千令吉的盈利 当局充公了柴油 油槽和萝莉等 总值九万五千令吉的充公品 并且援引1961年 物品供应管制法令 调查这些案件